爱情是感性更重要还是理性更重要? 这个问题其实也有点重要 情它跟理本身就是两个意思 女性是比较重情的 一个女性如果很无情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她是很可怕的 没有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白了 要么就是她很男性化 那这样的女子你敢要么 她做事可以啊 但是平时家里这些小的 常常生活在一起的 她那么高,你受得了吗? 毕竟是个磁性动 你男人是雄性的 不得伸张 你那口气出不来 时间长了 这个阴阳颠倒 迟早是要出问题 你说阴阳反配啊 那很多家里女性很强势 那到一定份上 一急就出事 说明问题很大 阴阳 你还是阴的 就阴一点 阳的就阳一点 才像话嘛 那男性呢 相对就比较有条理 理性一点 这是男女有别 怎么不平等呢 那各险其章嘛 我们提到爱情 不得已 跟婚姻先分开 那婚前怎么怎么样 婚后怎么怎么样 现在人都是这种观点 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婚前 一般女性地位很高 男追女嘛 隔层山 你高高在上 那这个时候 才显出女子的尊贵 不屈究 当然不是让你高冷了 你还是用友情了嘛 有来有往 但是这时候主要 还是男性要主动 你看六十四卦里面 有一个 就是谈对象的 泽山闲卦 互相有所感应 女子 少女 高高在上 男子 像山一样在下边 你说 男的也有很多 清场高手啊 那是渣男嘛 到最后你才知道 是渣男了 是你眼睛不亮 是你本不是他聪明 一看这个人就不行 那你偏偏喜欢这样的呢 自作地说 底下那座山 又很稳重的 如如不动的 指的是他的 心很纯正敦厚 这才香花 那偏偏这样的 你不喜欢 那没办法 最终要有这个 靠山才对 不是看得一时的 嘴上说的 而是长期 经得起考验 短期的行动 都不管用 也不一定说 要一定怎么结果 但是 最长期 考验一个人 是有经得起事的 要顺上见 那大男临头 各自飞 那算什么夫妻 可有可无吗 而婚后 更主要的 家庭的责任呢 各方面 整体考虑 男性通常比较有条例 它是四位的问题 男子 这个 自想就是 一个格一个格 分得很清楚 女人就融在一起 她一个抽屉 什么都装 那她有她的优点 因为她是家里 老奖礼行吗 那又没有人味呢 子